大家好,我是Paul,週遇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先的州法律使得這一件事情變得非法了 makes it illegal 什麼是it,我們用不定詞展開來 展開的部分就是 to remove a condom without consent remove 去除掉,condom 保險套 沒有什麼東西呢? consent 就是同意 所以在非同意下把套套脫掉 現在是違法了,可以定你罪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他寫出這個法律的一個人 不太確定他背景,但無所謂 我們就講幾個比較重要的字 今天這新聞是Jesse提供給我的,非常感謝你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我們看到的字很有趣就是battery OK,so the new measure amends the state's civil code, adding the act to the state's civil definition of sexual battery 先把它讀完 that makes it clear that victims can sue perpetrators for damages including punitive damages 第一段就有幾個字值得看一下 這個新的measure measure這個字一般來說有測量的意思 不過在這邊的意思,就大概是法律的,換個說法 所以這新的這個measure 新的做事情的方式 他就amend,amend是什麼東西啊,其實就有改變 這個字我們事實上看過好幾次 我常強調我們在講那個憲法修憲案的時候 用的就是amendment這個字 那現在在Netflix上面也有一個show,就叫做amend 那他就講到那個第14條修憲案 他所保障的什麼人權什麼之類的一些概念 總共拍了五集還六集,我已經看完了,有興趣的看一下 他講到黑人平權啦,然後講到性別啦 就女生的這個女性主義啦 或者還延伸到這個移民的這一些人權上的東西 OK這個先不管 所以他amend修改了這個state的civil code civil code不知道該怎麼翻齁,civil是公民社 就是這個公民OK啦,civil 像例如說有一個 有一個工程學叫civil engineering 我們翻成土木,靠北說你把civil翻成土木喔 對不起不是,civil你就把它想像是 就是civilization,就文明這個字的縮短 所以civil code,OK 那code也有法律的意思這樣子 所以他改變這個state的civil code 加進了這個act,就是偷偷套套這個act 加進了他的state,civil definition of sexual battery 所以他被定義成了sexual battery的一部分 的一個定義中的一部分 那什麼叫sexual battery sexual是性方面的 battery這個詞 你可能理解是電池 不過在這裡當然不是電池 所以battery其實也 像我們以前那個古代的那個 撞門的那種衝撞車有沒有 那個就叫做battery ram ram這個字還有那個羊齁齁 就大腳羊在那邊撞人 那個那種動物叫做ram 所以以前那個撞門車 衝門車叫battery ram 所以battery就有暴力行為的意思 其實因為撞那個門也就是把那個門撞壞掉 對不對 好所以就是性暴力 它的其中一部分sexual battery 所以我們把battery這個字 稍微多講一下一下 不要只以為它是電池了 OK 好所以使得這個 什麼事情變得清楚呢 victims就是受害者 可以sue這個perpetrator perpetrator這個詞 這邊有整理出幾個字給大家看 perpetrate就犯刑犯罪的人 他跟criminal還有offender這幾個詞 算是重疊度蠻高的 所以offend這個字也可以是犯罪 動詞的話 criminal就是名詞 crime也是名詞 所以crime這個字 是這三個裡面唯一不太能夠變成動詞的 所以perpetrate是動詞 perpetrator是犯罪者 然後offend是動詞 offender也是犯罪者 那criminal就crime跟criminal都是名詞 crime是罪名的名詞 criminal是犯罪者 好 所以那到底你如果要用crime的話 你要什麼動詞呢 你可以commit這個詞 commit crime 好所以這裡也寫一下好了 OK Alright 那還有一個詞叫corporate 可能你也看過 這高中字齁 好 那他大概被翻譯成罪魁禍首 所以corporate的意思是 我們有些什麼事情可以怪在什麼東西身上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corporate 那至於其他三個的重點在於你是犯嫌的人 好 所以這個victim就可以告這個perpetrator 告什麼 你可以得到一些損失的賠償 damages 包括punitive damage 所以punitive這個詞就是懲罰性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詞我也打出來 punitive 那還有一個詞叫做impunity impunity impunity就是無罪的 所以punitive是有罪的 懲罰的 應該講會得到懲罰的 所以impunity就是不會得到懲罰的 不會有後果的 impunity 像我很喜歡的喜劇演員叫做Dave Chappelle 他就有一段講得很搞笑 他就說 為什麼黑人講N開頭的那一個字 對不起我都不能說那個字 說出來就不行 因為我們不是黑人我們就不能說 像我們是華人 所以如果開玩笑我講一些華人的那種種族歧視的字的話 大概就沒問題 所以那我既然就這樣講到這裡我就說好 像我們講這個華人的那個種族歧視的字 我唸出來就要不要打出來 叫chink chink 像林書豪那個時候 林來風在風的時候 有一個媒體吧 他就開了一個玩笑 因為林書豪有一天好像打得不是很好 然後 他竟然就用chink in the armor這個 這個開玩笑來開林書豪的玩笑 那 chink這個字剛講的是種族歧視 歧視華人的字 可是chink in the armor卻是一個 一個自古以來就有的一個片語 他的意思就是你的盔甲受損了 所以chink in the armor 所以但總之 後來那個報章雜誌就受了 蠻嚴重的這個懲罰 不知道那個作者 下標題的人是不是被炒猶豫還是幹嘛的 因為他不是華人就不能用這個詞來開玩笑 那我們是華人我們用大概就沒關係 so we can use the word chink with impunity ok 所以這個是Dave Chappelle的玩笑 他可以就用N那個字 講黑人的那個字 他就可以he can use it with impunity 可是卻不能用別的字來開別人的玩笑 好這個扯的有點遠 but anyway 所以這邊講就是 你現在可以告那個 perpetrator 你可以讓他得到這個punitive damage 就他會受到懲罰性的這一些 的damage Alright anyway 然後一樣我們再看下去 也是我們只找幾個這個 我們比較值得看的詞來說好了 所以下一個要看的大概是 misdemeanor這個字 yes ok so legislative analyst said then that it could already be considered misdemeanor sexual battery 所以sexual battery剛剛看到過 這種性暴力 你再加一個misdemeanor在前面有差嗎 所以misdemeanor這邊的意思是 比較輕的罪就叫做misdemeanor 其實demeanor這個詞齁 就是有行為態度表現之類的意思 所以你的禮貌 你的demeanor不錯 你的整個人舉止很好 叫demeanor 所以misdemeanor就是你的舉止不好 所以他就被翻譯成輕罪而已 所以這本來就可以被認為是一個misdemeanor sexual battery though it is rarely prosecuted given the difficulty in proving that the perpetrator acted intentionally instead of accidentally 所以這說得很清楚 所以本來就可以被認為是這樣的東西 雖然呢 it is rarely prosecuted 他很少很少的被prosecute 所以這個prosecute呢就是被公訴 所以他很少被公訴 那我們這裡跟一個另外一個字作比較 叫persecute persecute的意思是 就是去壓迫欺壓別人 像我們知道中國會打壓法輪功 所以我們就會說 法輪功的practitioner they were perpetrated persecuted 對不起 perpetrated 剛剛是另外一個字是犯罪 你看我現在腦袋都有點搞糊塗了 所以persecute是這個壓迫 so 法輪功的practitioners were persecuted in China persecuted 那prosecute是被公訴 被國家告 OK Oops 好 所以 所以他說這個 這樣子的案子是很少被prosecute 為什麼呢 就因為 所以given這個字 有時候你就可以把它翻譯成是因為 就以至於後面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所以以至於the difficulty improving 所以在證明上有困難 the difficulty improving that a perpetrator acted intentionally instead of accidentally 所以這個perpetrator到底是故意的還是意外的呢 你很難證明 所以他就很少被去這個罪被拿去辦這樣子 ok 好然後下一個我們看的片語大概是 這裡說 this law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the nation 所以這個法律是美國國內in the nation中 the first of its kind 所以這個片語叫first of its kind 這個its也可以換成別種的不同的所有格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他是這一種中的第一個 所以這個種類裡的第一個 所以這裡強調的就是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有這樣的法律能夠被寫出來被通過 first of its kind 所以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詞就是沒有先例的 right?unprecedented這個詞我們應該蠻常看得到的 還有像這個kind這個字有另外一個片語 就叫做one of a kind 這個也一樣 他跟first of its kind 有那麼一點類似的重疊性 one of a kind就講一個東西非常獨特 你就是這個種類裡面的唯一的一個 所以你是假設你是一個物種 而這個物種只剩一隻了 所以那你就變成了one of its kind one of a kind這樣子 so one of a kind so first of its kind 重疊性蠻高的 好所以這個法律是first of its kind in a nation but I urge other states to follow in California's direction 所以但是這個講話的這個人 他就呼籲其他的州啊 來跟隨加州的腳步 好酷 所以來確保stealthing這個字 不只是immoral還有illegal 他不只是不太道德的 而且還是違法的 所以我講了半天我一直沒講到這個字 真是非常抱歉 也就是stealth這個字 stealthing 其實stealth這個字我們在前幾個禮拜的那個 的那個我們的禮拜五的粉紅百字故事裡面有講到過 希望你還記得 我講說 就我記得我們講的是那個 上禮的那一集 所以兩個偷情男女互相交換一些秘密的眼神 所以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用到的詞是 Furtive Glances 到現在還記得 所以這種偷偷的看來看去 Furtive Glances 那我那時候就有介紹 Furtive這個字 也就跟secret有一點點像 跟stealth這個字也有點重疊性 所以stealth就是 捏手捏腳的潛行這樣子 跟sneak這個字也有點像捏手捏腳鬼鬼祟祟祟的 所以stealth呢 在這邊講的就是偷把套 OK他們會加個ing來表達這是一件動詞的ing這樣子 stealthing 好所以stealthing這個字 現在終於看到了 我現在才介紹到 真抱歉 所以 to make it clear stealthing is not just immoral but illegal stealthing不只是不道德的 而且是違法的 酷 alright 好然後我們最後再看一個詞就好 我們就可以收工結束 exempt 好我們這裡來看 這是把這個法律 他做了一些額外的一些延伸 所以這裡說了 他也approved 一個second garcia bill 這garcia bill 是不是就是樓上剛那個照片的女生 所以他通過了這個草案 所以bill這個字就有法律上草案的意思 so this one treating the rape of a spouse the same as the rape of a non-spouse 所以這一次 這一個build 另外延伸下去就是呢 他會對待 rape of a spouse spouse就是你的 你的真正的老公老婆 你的spouse 那rape就強姦 所以 就是你強姦你老婆 或者你老婆強姦你 這個東西 他現在被定義為跟 非spouse的強姦是一樣的 所以就跟強姦路人一樣了 所以你不能夠再躲在 婚姻的保護傘下去強姦你的另一半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也蠻酷的吧 right so treating the rape of a spouse the same as the rape of a non-spouse 所以他就移除掉了這一個 強姦法裡面的其中一個豁免 也就是本來以為 本來這個你是結婚了一對男女 或者是男男或女女 隨便你啦 所以你是結婚了一對人的時候 本來是有一個豁免 就是你們彼此是結婚的狀態 強姦不算違法 可是現在他就把這一個 exemption 給去除掉了 所以exemption就是豁免 so removing an exemption to the rape law if the victim is married to the perpetrator 所以要是這個受害者 嫁給了或取了這一個 perpetrator的話 就不算 以前是不算違法的 好 我有點over-explained 不過你大概懂了 所以這裡就有exempt這個字 就有豁免的概念 好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來複習一下下 我有點忘記把我剛剛那個圖片叫出來 but doesn't matter 我們不需要它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看過一次 battery 這邊剛剛說的就是暴力行為 battery 不要再以為是電池而已 amend是修改 所以修改法律 用amend這個字 是ok的 stealthing 我們今天的主題 偷拔套 ok 好然後 perpetrator 跟criminal 跟offender 都有犯行者的意思 但三個字裡面 我有criminal這個字 沒有辦法變成動詞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成crime 這個字 也就是罪 罪名 你要加個動詞 可以用commit ok 那罪魁禍首 corporate 這個字 好 然後punitive 跟immunity 剛剛講的是 punitive是有懲罰性的 而impunity 就是不會被懲罰的 你做了一件事情 沒有什麼後果 you can do it with impunity consent 是兩個人的同意 所以 同意就沒事 那沒有同意的話 偷拔套就有事 misdemeanor 是一個輕罪 所以以前就已經認為 偷拔套是一個misdemeanor的 misdemeanor的sexual battery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性暴力 輕罪的性暴力 那現在呢 可以公訴了 prosecute 那壓迫是persecute 那我們剛剛看到 犯罪是perpetrate 這幾個proper 這幾個不同的字首 開頭的字 今天講了三個 很容易搞混喔 希望你不要搞混掉 prosecute 知道熟悉的就不會 像例如說我知道 可以公訴的人叫檢察官 所以檢察官就叫做prosecutor prosecutor OK prosecutor prosecute 再強調一下壓迫 我就想到法輪功而已 就這樣子 然後 不管是 以前呢 不是以前 對不起 他這邊說的是 以前這個很少被prosecute 因為你永遠搞不清楚這個 perpetrator 是不是故意的 還是是意外的 so intentional 或者 accidental 兩個字 意外的跟 意外的是後面這個 前面intentional是故意的 好 所以那再強調這個法律是first of its kind 也就是第一次有的 那one of a kind 一樣就是非常獨特的 在那個種類中只有你這麼一個成員的 you're one of a kind 所以再來稱讚女生男生 都是一個不錯的稱讚詞 I think you're one of a kind 特別的人 unique 這樣子 好那first of its kind 就是這個種類中的第一次出現 first of its kind unprecedented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詞來說 前所未有的 那最後講的是 本來呢 親 一直講親屬 或許親屬也算是這個exemption裡面 應該不算 應該真的只有結婚了兩個 才是以前有exemption 好我們不去推論這個 所以 強姦你的太太 不再會是一個可以豁免的事情 所以exempt 豁免權 OK豁免 Alright 講到豁免權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跟另外一個子搞的 不能把它講一樣 immunity 我們講說有個東西叫外交豁免權 這個diplomatic immunity 所以這也叫做豁免 OK 好 所以也把它打一下 但我們講到這也都還夠了 我們這個字就不再扯下去了 所以diplomatic immunity 叫做外交豁免權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多做一些elaboration 不過我們講到這裡 今天的內容是蠻充足的 所以我是Paul 很高興您今天觀賞我的節目 我們下次見